上周也不知道是得了個流感還是新冠 醫生也沒給我測核酸,直接開了一個禮拜假 本來有這麽合理的理由,想著這周就乾脆不跟了 結果,愛國大V司馬南美國買房的事讓我很感興趣 所以就決定不休息了 趁著我現在有表達欲,來和大家聊聊我的看法 先給不知道前因後果的朋友大概介紹一下 司馬南是中國的一個愛國反美大V 有多大呢,全網加起來粉絲超過3000萬 遠超台灣的人口 前段時間有另外一個原愛國大V翟山英 在中國騙了粉絲一大波前後跑去了美國 翟山英主要論點,其實和司馬南差不太多 也是美國崩潰了中國已經麻了的那種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寄生育和聲量的情緒 總之他到了美國之後就開始捶司馬南 其中一點就是指出司馬南老婆孩子在美國 還在美國有房產 本來司馬南沒做回應 但是不少在美國的華人華小朋友非常的熱心 根據他老婆孩子的名字 查到了具體房產的信息 甚至還有些朋友拍了司馬別院的照片 在鋪天蓋地的預倫壓力 以及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 司馬南只得承認了他在美國買房的事實 目前司馬南確認了用老婆和孩子的名字買的那套 但是網友還爆料 司馬南其實還有用信託基金 在舊金山的灣區另買了兩套 司馬南連發4個視頻講有關他買房的事 我點進去稍微看了下 很抱歉,沒看完 大爺說話的節奏和敘事的結構 我不是特別聽的下去 大概就是他花了很少的時間 承認了他確實在美國有房 但是大部分的時間是在罵聯想 說聯想在追殺他 這個其實是公眾人物危機公關時常犯的一個錯誤 也就是駝鳥心態,避重就輕 以為自己含混的道個歉 然後再扯去別的話題 事情就能過去了 現在輿論比較華人的原因 當然不是聯想和司馬南的矛盾 而是司馬南過往多次否認在美國有房產 另外也批判有錢人把錢和小孩送去美國 結果比較諷刺的是 他也把錢轉去了美國 孩子也在美國讀書 更搞笑的是 還有人扒出他的老婆在美國免費做義工 這個有點像什麽場景呢 類似於極端宗教保守團體裏的反同領袖 每天到處演講反對同性戀 結果自己也是個同 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絕大多數人應該都沒啥大反應 最多就當成笑話聽一聽 因為只要你不是那個極端團體裏的一員 這個反同領袖是不是個同 你是無所謂的嘛 真正反應特別大的其實是兩種人 一個是在這個團體裏 堅信領袖反同言論的一批人 另外一種當然就是同性戀唄 你他媽的天天罵我 結果你也是一樣的 那我逮住個機會當然要罵回去嘛 所以司馬南現在比較辛苦的地方 就是要同時受到來自兩個方面的壓力 快要趕上小島地我了 我也不想落井下石 看我視頻多的朋友應該知道 通常來說我不會從道德上批判任何個人 除了一些政治人物 原因也不是因為我想扮演中立 而是因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有私慾的 當我站在道德高地上去批判別人的時候 總有一天這個壓力也會回到我身上 所以觀眾在評論裏說我是粉紅或者反賊 我都沒什麽感覺 但是我特別介意別人說我中立公正有良心之類的 這不是裝逼 我是真的不喜歡這些好詞套在我頭上 因為我們的價值觀看法其實是一直隨著生活的變化而變化的 太多大詞bois就會把我們鎖住得不到自由 因此我不從道德上去評價司馬南的表裏不一致 我只跟大家分析下 為什麽像司馬南這類愛國up主 最後的結果可能都是翻車 為什麽現在愛國區越來越不行了 我以前應該跟大家稍微提過 在中國做自媒體 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民生,法律等等方面 都需要政,而偏政治類的自媒體又是持政自媒體裏管的最嚴的 在去年中共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 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文裏專門提到 黨著力解決意識形態領域黨的領導弱化問題 也就是說最近一代的共產黨認為之前在意識形態這一塊抓得太鬆了 從哪些方面抓意識形態呢 裏面著重強調了互聯網 決議說 黨高度重視互聯網這個意識形態鬥爭的主陣地主戰場最前沿 健全互聯網領導和管理體制 堅持依法管網治網 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 所以我們會明顯的看到最近幾年網絡監管越來越嚴 在自媒體見證圈裏有三個主要的變化 首先是反對共產黨批判中國的聲音基本完全消失 只剩下很少的幾個自媒體還可以稍微的批評下 第二點是剩下的愛國自媒體人數也在持續的減少 一部分是因為拿不到證,被迫消失 還有一部分則是在內容創作過程中觸碰到了禁忌 最後一點則是愛國自媒體輸出的內容同質化越來越嚴重 質量也越來越低下 我不知道大家現在看愛國自媒體的視頻是個什麽感覺 反正我是看的少了 大部分情況下,看看標題也就能知道裏面是什麽樣的內容了 這跟89年前李世默橫空出世 每一個觀點都能刷新我的世界觀不可同日而語了 很多人開始關注愛國自媒體是因為金燦榮 我對金燦榮不是特別感興趣 但是我特別喜歡李世默 他們倆的觀點其實是差不多的 區別在於金燦榮是在教室或者大會堂裏 對著觀眾一個人單口輸出 李世默則是跟一幫老外辯論 而且能帶入西方人的價值觀 然後把老外給變得啞口無言 目前中國的現狀是 只有愛國陣營單方面在秀 國內的民主派自由派已經不見了 國外的觀點也不能直接傳到中國 那些批評中國的聲音 都是愛國媒體經過過濾後 在反駁時進行的一些引用 這在我看來就很沒意思 就像超音電影裏沒有大反派 復仇者聯盟每天就是抓幾個搶便利店的 所以大家看我剛開始做視頻的時候 還會酸兩下高曉松,袁騰飛 現在我應該很長時間沒有酸任何公知了 甚至不武 人家現在都這樣了 你還裁量掉有什麽意思呢 要是袁老師還是十年前的袁老師 我的毛澤東系列肯定會跟得非常的勤 他講一期我跟一起 當然可能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競賽 有人也許就是喜歡聽愛國陣營單方面輸出 這裏又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 你以為人家的證是白拿的嗎 能擁有一個媒體證 恰恰說明他們知道什麽能談什麽不能談 那麽有多少事情是能談的呢 很可惜大部分事情都不能談 或者不能往戲了談 比如說圖改,大躍進,文革六四 不是說這些事情完全不能談 而是只有特定的人可以從特定的角度講特定的觀點 在講之前稿子應該都是審查了三五遍的 這是因為共產黨需要緊緊的抓住歷史的解釋權 歷史是一方面 對於時事抓的其實更嚴 只要涉及到官員或者比較敏感的時事的 那也不允許談 比如說彭帥同理雅的事情 這種顧及大家能理解 但是封殺趙薇的時候也是完全不准聊 搞得大家也是一頭霧水 一個時政的內容創作者 有太多的紅線 會極大的線索內容的豐富程度 當然有人可能會說這都不重要 那麽我們主要看內核 大國師們不就是做的很好嗎 早期愛國陣營做的各種理論論述確實不錯 內容既精彩又有教育意義 又不涉及太多具體的社會事件 說穿了就是宏大敘述 中碧營流派 必須承認這個流派曾經非常的輝煌 極大的增加了中國人民的自信心 但是最近幾年流派的流量下滑非常嚴重 逛知乎的時候發現一篇相關的文章總結的非常好 說現在中國的輿論的主要矛盾 已經有幾年前的左右矛盾 變成了現在的上下矛盾 以前中國剛剛稍微有些錢 想要證明自己比美國更有優勢 人民需要一種自我認同 而如今因為疫情的反覆 高房價的預知未來 各種類似周公子的社會事件 使得百姓關注的矛盾點變了 但是愛國陣營裏的大部分人 其實都是正規君 組織都是已經給他們劃分了具體的任務 他們只得到處一遍又一遍的講差不多的論述 這就跟我去醫院看牙疼了 醫生幫我做了個全身檢查 告訴我我這樣的身體素質 跟18歲的年輕人一樣 能活到100歲 我很開心的回家了 但是牙還是在疼 很多專家的理論是從國家的層面出發的 對他們來說老百姓活得怎麽樣 並不在他們的研究範疇裏 其實大部分愛國陣營學者的理論都是基本正確的 我在很多視頻裏也表示我看好中國的發展 但是看好中國的發展不代表我認為中國人的生活好 中國人現在的生活水平比20年前30年前肯定是有非常大的進步 但是很多人誤把北上廣的生活水平當成了中國的平均生活水平 誤把大城市出國留學的孩子選擇海歸 當成了中國有非常大的職業吸引力 實際上中國和發達國家還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 很多你以為的中國的強大都是靠透支未來的潛力 以及犧牲了百姓很多的利益來達成的 就像很多人問我 既然你是做半導體的為什麽不回國呢 很直接的一個原因 我不是那種不可或缺的人才 國內給的薪水其實一般 而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最高能扣到45% 新加坡只扣20% 簡單一算 到手的收入實際上變少了 而要拿到這個收入還得去一線城市工作 這些城市的房價比新加坡還要高 更關鍵的是孩子的未來 在新加坡只要孩子不算太笨 願意努力 上頂級名校的難度不算太大 而中國有多卷 大家也是知道的 大家可以回顧一下我以前講年輕人愛國的視頻 我在裏面就已經說過了 年輕人現在特別的愛國 是因為國家這些年強大了 他們自身受到的挫折又少 等到真的上社會開始工作了 開始還房貸了 開始養小孩了 想法就會有一些改變 所以大家看 愛國自媒體內容創作受到了限制 潛在觀眾的喜好又可能有了改變 在初期爆發了一大波流量後 開始萎縮是非常正常的 這對於有國家背景的所謂的自媒體來說是無所謂的 很多人本來就是大學教授研究員或者智庫 手上有大把的研究經費 領導的賞識比觀眾的那點支持要重要的多 所以即便流量下降 他們也願意繼續自說自話 這部分自媒體我認為不能說他們翻車了 只能說是過氣了 最後會慢慢消失在觀眾的視野裏 但是愛國自媒體裏 還有一些從野生愛國自媒體裏被招安的 比如說像司馬南這樣 流量的下滑就代表收入的下降 因此必須做出一些改變 想辦法吸引眼球另辟蹊徑 目前他們開發出來的兩個主要流派 就是美國邪惡即將滅亡 以及資本邪惡即將滅亡 因為罵美國和罵資本不在被管制的行列裏 而且我前面也說了 單獨一個人秀在那講理論 觀眾容易膩 創造一個虛擬的敵人 每天不停的胖揍他們 既可以安慰到一些人 讓這些人以為自己的失敗都是美國和資本害的 又可以在口頭上擊敗這些敵人的同時 給予這些觀眾很大的鼓舞 如果說前者是陣痛劑 後者就是鴉片了 鴉片有個什麽特點呢 首先就是極大的成癮性 觀眾會漸漸變成粉絲 然後變成狂熱的追隨者 通常這個症狀可以從評論期看出來 就像我開頭說的 如果粉絲整齊劃一的 把各種好詞大詞往作者身上套 就是已經開始了 鴉片的第二個特點 是會抑制人本身多巴胺的分泌功能 導致需要不停的增加劑量 所以剛開始時是罵美國罵資本 然後慢慢上升到罵支持美國支持資本的人 到最後甚至開始上升到罵不讚美共產黨 不讚美窮人的人 司馬南從攻擊聯想到變成攻擊莫言 側面說明很多觀眾中毒其實已經非常深了 普通的刺激對他們來說已經無感了 但是掃讀電影看的多了的朋友應該知道 賣毒品的人通常都是不吸毒的 一個感性的人是不可能在中國成為愛國大V的 什麽是感性的人呢 裴洛西飛臺灣錢說老婆趕來就幹他 裴洛西到了臺灣就罵共產黨為什麽這麽軟鳥瞎 這個是感性的人 什麽是理性的人呢 裴洛西飛臺灣錢說老婆趕來就幹他 等裴洛西到了臺灣就說支持國家的決定 中國再次引麻了 中國的愛國自媒體的人的訂閱數量 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實實物中增長的 感性的人早就被封號了 剩下來的哪個不是人心 也你倒戈這麽牛逼的人 在B站上還不是一樣被封了嗎 但是無論愛國自媒體本身有多理性 說話有多小心 翻車的概率還是越來越大 自媒體是最近三五年開始活起來的 可能很多觀眾不一定知道 自媒體是非常賺錢的 而自媒體裏又以視頻類自媒體最賺錢 國內的視頻單個點擊價格應該在油管的十分之一左右 司馬男3000萬粉絲 差不多也相當於油管上一個訂閱300萬的Youtuber 以司馬男的更新頻率來說 只算視頻本身的分成 收入應該也在1000萬到3000萬這樣的範疇了 具體他分給他的團隊還有MCN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他現在的收入肯定已經算是高收入人群了 而司馬男這種鴉片類的愛國視頻的受眾 卻不是這個人群 從司馬男這個千萬大V直播賣書只賣幾十本 就可以看出他的粉絲的消費能力 但是我並不是說司馬男就不賺錢 他靠視頻本身的點擊分成 就已經使得他的財富等級 跟他的粉絲完全不在一個量級上了 我知道司馬男的鐵粉會說錢不錢的無所謂 只要價值觀一樣就是好同志 但是我認為人的價值觀會根據你的收入 周圍的朋友 整體的大環境的變化而產生變化的 大家知道我經常愛聊聊投資 年輕的朋友現在可能還沒有這個意識 因為你沒錢 等你手上有了個三五十萬的現金 你自然而然的就會去考慮投資這個事情 以司馬男的收入來說 那就不是三五十萬的事了 三五千萬的現金肯定是有的 在中國如果你不是特別懂商業 那就是買房子 我相信司馬男大部分的錢其實也是在國內買房 不買房他總不能偷偷捐出去了吧 但是做投資的人不可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 去美國買點房子或者買點股票 再正常不過 前幾天我發了個post 大體就是勸大家把司馬男當成一個演員 不要對人家去美國買房上綱上線的 結果有一個觀眾非常認真的怼我 他說如果李家坡壹邊要說加大民生投資 壹邊把國有資產轉移到海外 你是不是也能理性的理解總理 我當時直接就愣了好久 就為什麽呢 因為新加坡好像就沒扯過什麽民生投資這件事情 公共設施基本都蓋完了嘛 國家只需要做些維持 其他的民生投資交給私企不就行了嘛 而至於新加坡的國有財產最重要的壹部分 也就是每個新加坡人都在交的CPF 新加坡財政部會把這部分錢導入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和淡馬溪控股 然後這兩家公司就會去全世界買買買 比如我們看淡馬溪這些年的投資 對新加坡的投資不超過30% 而對中國的投資超過了20% 美國有百分之十幾 像阿里巴巴,螞蟻金服,滴滴,淡馬溪都有投資 至於說新加坡人,新加坡的總理 官員們會不會轉移自己的財產 說實話,我也沒見過什麽人或者機構著重討論這些話題 因為我們賺到的錢就是我們自己的 只要它不是黑錢 我要把錢存在哪裏,用在哪裏好像不關任何人的事情 所以你看,我說的這些是不是和司馬南鼓吹的中國人不應該去國外投資 完全不是壹個概念 甚至和中國人理解的外匯也不是壹個概念 中國人已經習慣了外匯兌換的不自由 習慣了錢去海外是不道德這樣的觀點 普通人這樣的想法可能還不是很根深蒂固 但是長時間在愛國自媒體熏陶下的人 真的會深信這些理論 反正他們也沒錢去海外做投資 但是人在越來越有錢後 就會越來越追求資金的安全,資金的自由 所以可能司馬南沒錢的時候 他的確認為中國人的錢不應該也不可以往國外轉 但是當他在壟斷式的愛國自媒體發展大潮中賺到了錢 當他和他的觀眾之間的財富差距越來越大時 他的想法自然而然就會發生轉變 咱們扯遠壹點 為什麽靠農民起家的開國皇帝都喜歡殺功臣呢 也不是說農民皇帝就更壞 而是階級躍升太快 當年他可能承諾的也太多 下面的小弟不知進退 大哥滿足不了他們了 所以就只能把他們給全部弄死 我就去逛了下司馬南的微博 他壹個鐵粉說司馬南壹點錯也沒有 司馬南在下面回覆 壹些收入水平較低的朋友 聽說司馬南12年前就有25萬美元 他們心裏有一種不愉快的感覺 跟著出來罵,罵的有道理 乍壹聽以為是在道歉 仔細壹看 什麽叫收入水平低 看到他有25萬美元就心裏不愉快 這這麽不就是在說 罵他的人都是仇富都是窮腳絲吧 這個其實就是階級的變化 帶來的心裏上的變化 所以為什麽我說愛國自媒體容易翻車呢 很多人不喜歡我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問題 但是愛國鎮營目前的問題 跟朱鎔基國企改革前的狀況是差不多的 因為國企它壟斷 所以缺乏競爭,實力越來越弱 同樣也是因為壟斷 企業的領導們越戰越多 離人民也越來越遠 而因為妳是國企 人民也會寄予妳很多不切實際的期望 所以最後國有資產就漸漸的變成了副資產 愛國自媒體裏的人 要麽是當公務員做,不思進取 要麽就是利用壟斷地位 加上點劍走偏峰 快速的崛起綠人 離人民越來越遠 不思進取的這些人也就罷了 危害還不大 就怕這些劍走偏峰 帶著觀眾們練葵花寶典的 結果轉頭他生了個兒子 留著鐵粉們在風中凌亂 而且所謂的愛國陣營 本來就已經接近壹壇死水 但是陣營內部的鬥爭搞的還挺激烈 其實司馬南這個事兒 想讓他過去最好的辦法 就是閉嘴不談 但是愛國陣營裏其他的V 看起來不願意放過搞司馬南的這個機會 比如說另外壹個愛國大V胡錫進 就聲援司馬南 大概意思就是司馬南在美國買房沒毛病 引得壹群司馬南鐵粉 直戶路遙直馬力日久見人心 但是讀過壹些書的朋友應該就會發現 老胡這個真的就是殺人不見血 開頭他就說 我老胡在國外沒有壹分錢存款 所以可以在這個話題上發表言論 直接暴擊了所有不敢在這件事情上發生的其他愛國大V 其次也是在說司馬南妳沒有資格自變 接著老胡又說 去國外投資買房 不是進那個國 也不是哈那個國 再次打臉司馬南的邏輯 後面所有的內容其實都是在指責以前司馬南極端言論的錯誤 而且通篇只說了司馬南在美國買房沒問題 但是完全沒有提及司馬南說謊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在嚴肅批評司馬南 老胡這篇小短文壹出 司馬南算是很難翻身了 這後面還有很多愛國小up主上來就說 我在美國沒財產 我來談談司馬南的事 其實大家可能知道 司馬南當年批聯想的時候 老胡是為聯想說過話的 後來被司馬南的粉絲壹通修理 今天老胡說的這些話 是既能吸司馬南的粉 又能吸討厭司馬南的人的粉 這才是真正的淫麻了 可是老胡贏不代表愛國陣營就贏了 我想從這件事情以後 所有的愛國大V都會遇到壹個尷尬的問題 你在海外有財產嗎 你孩子在海外嗎 就像我前面說的 當你有錢到壹定程度時 你自然會在海外有財產 如果你的孩子沒辦法靠能力考進清華北大 你自然會安排他進海外的名校 如果你說謊 被扒出來就是個死 如果你說實話 就像陳明教授壹樣 願意聽他說話的人就少了 也許有朋友說 那就從沒什麽錢的人裏面選壹個厲害的嘛 那麽又回到我前面講的 這個沒錢的人很快就有錢了 然後自然而然的又脫離群眾了 目前司馬南已經在各平臺被禁言了 這是網信辦的壹個正常操作 引起爭議就先封起來 等風聲過去了再說 鑑於現在愛國陣營流量已經大幅下降 宣傳部門可能還不願意失去司馬南 所以最終應該還是要把司馬南放出來的 可是這之後如何盤活愛國陣營這一潭死水呢 如何解決翻車循環呢 這個問題其實也正是司馬南所推崇的毛澤東所想解決的 方法就是革命,不停的革命 毛澤東也正是發現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所導致的資本主義回潮的這個怪圈後 才推動了文化大革命 不過最終還是失敗了 資本永不眠 打敗資本的只會是更強大的資本 以我對中宣部網信辦的了解 他們的水平應該不如毛澤東 慢慢的發展下去 愛國陣營應該也就是會植物人化 跟建動陣差不多 不過鑒於我的預言頻繁翻車 如果我的預判能被預判的話 那麽我很期待中國未來的動作 有所行的 是說 沒有 消息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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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